我做得不好了 他就拿我牙刷去刷马桶 你说这有行过 这是我在电视上学的 不是刷完马桶之后 你还刷吗问题是 我给他换了 那不就行了吗 那要是他没给我换呢 他跟谁亲吻呢 跟马桶亲吻吗 我有时候我也不记得 自己换没换 我当时还好心的 以为他是每个月 给我换一次 注意个人卫生这些事情的 那我总是有冤极 我要发现出来 我就靠那个 你刷过的牙刷 我就刷马桶去 就泄粪啊 他除了这泄粪的东西 还有呢 那比如他出门 天气晒 他一定要我帮他带伞 就是说多云的情况下 也是要我带伞的 我呢就自己戴个帽子 他自己不带伞了 然后就赖我身上 注意说话分寸 我给你摆在这儿 好吧 对 时时刻刻提醒 对 物归原主 说要带伞的这个事情 就是三十六七度了 然后他不给我带伞 就那么晒的天气 然后我说 你不带伞 你给自己戴个帽子 干啥呀 那我带帽子 肯定是有原因的呀 你在撑伞的时候 老是拿着伞筋 戳我的头 那我跟你玩呢 这些小情绪的东西 我就受不了 行 姑娘有意思 就是她只要不达标 你就会整她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